哈囉大家好,我是虛雲 那我們今天要來分析的是 明天台版要開的中華編年史的池子 這次有三個新角色 孫悟空、八戒、還有佐池 那我們就來開始分析囉 第一隻的話是我們的孫悟空 動物神族技巧型 原本是寫CD6 但是後面補說是因為物質 所以改成了CD4 以他的技能組而言 CD4算是非常的暴力 雙射轉C掉落腦 又可以疊自己的攻擊 我自己是傾向當別動隊來使用 尤其是他的這個被動2 就是自身排在第三以及第四位 開技能算是給他一個穩定的爆發手段 不過覺得這個被動2的話 可能應該要改成說 擺在第二位和第三位會比較好用一些些 因為這樣的話 他才可以開完技能的時候 下一波輪到前頭的時候 可以還有這個疊攻後的攻擊力 繼續去打一個輸出給點傷害 那被動3的話是自己開技能的時候 有應該可以穩定的造成說 爆風激烈強化的部分 然後或者是打一些關卡有掉定時珠的 高難度的關卡 也有穩定的輸出機會 那被動4的話算是一個蠻新穎的技能組 算是在可能打高難度關卡的時候 一個不錯好用的被動 那對隊伍在打關卡的時候 可能生存也有很不錯的幫助 那只是這邊要稍微注意一下下是 他防風技能的話是只有一回合的 所以如果是那種跨屬 跨階層的關卡的話 他就是擋不住 所以就是像你這波帶完 然後你進到下一波的先制的時候呢 可能就會沒有辦法擋住這個部分 好我們再來看看八件 動物神族均衡型 那鼠動技的話是看起來不太像均衡型啦 我一開始以為他還是體力型 那算是特殊場合用的角色 就是可能關卡啊 ban掉體力型的時候呢 才會有他上去當坦撐場的機會 那技能組的話不算太差 但是也沒有到太特別亮眼 那被動的話以坦而言算是還可以接受 那不過黃屬性是蠻多搶藍珠的角色 所以他的上場率的話可能是只有瀑布而已 再來的話是左磁 左磁的話是人類神族體力型 以他的技能組而言呢算是相當的不錯 淺顯易懂打高難度的時候會非常的好用 那被動3-4這種-CD呢在速刷方面也很好用 整體來說算是一個不錯的補助加上坦克的角色 不過我還是要吐槽一下什麼是戀... 那這次的角色其實是不算太差啦 但是因為是分成兩個池子 所以我們還是要稍微的給大家推薦一下我的參考 那我的參考的話是... 新手還是抽孫悟空會好一點點 因為左磁的話我目前看起來算是 是輔助用的以及高難度用的角色 所以整體來說 左磁的話不太適合新手來抽 因為是一個蠻看牛公的角色 那悟空的話我覺得打團戰應該也會非常的猛啦 所以我覺得悟空的話會比較值得優先來抽 那這次的辭職也比較便宜 就是20個碎片就上級了 所以抽的程度推薦我大概在3星半左右 那算是一個不差的辭職 接下來我們來講講這個... 災難級開放紀念的池子吧 那災難級這個池子的話 我覺得還是是傾向比較像是說... 這種... 補動用的啦 就是你... 除非你對這裡面的角色特別的有愛 或者是... 你可能真的特別特別特別的想要這個... 加塔 的話 這個池子才有需要去抽 不然的話我覺得 如果你沒有順 你抽加塔其實整體來說 表現性也不會太好 所以這個池子 我自己是不太推薦抽的 那... 災難級的話現在因為... 不知道台版有沒有改 那日版是說會因應各版本的難度 去做一個特別的改動 那我是不確定會不會修... 因為日版其實... 正二已經改成3.0 那我第一代的... 我之前有影片 那我會留在上面的資訊卡 大家也可以去看一下 那我覺得台版可能會是以第一代 然後去做傷害調整 來改比較像適合台版的傷害啦 不然的話... 我覺得... 應該會是這樣 就是大家可以先參考一下 我們之前是怎麼打 那個時候就是... 正二是... 算是給說... 要給那種超高血量三圍的關卡 然後結果那個時候呢... 超高血量角色大概才一兩隻 然後我們就... 呃... 用一些比較特別的隊伍 然後還是把正二打過 那大家也可以去看一下那個時候的影片 所以今天的轉蛋分析 差不多就是這些 就是... 呃... 我比較建議抽... 清理的太平A 然後... B池可以看看 除非你要補到井啦 不然的話我覺得 A7抽其實是差不多的 那災難級的話我覺得 如果你真的想要拼加塔跟福安民的話 我就可以花個10抽去試試水溫啦 我覺得災難級這個詞子 不太需要深追 那今天分析影片就差不多到這邊 喜歡我的今天的影片 記得按個訂閱 按個喜歡幫忙出去 今天就這樣子囉 掰掰